在unsupervised的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要讲的是density estimation 然后我们会介绍 RBF这样子的networks 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density estimation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是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吧 就是PDF 如果你忘记的话 告诉你 回忆一下 它其实就是估计一个几率 然后这个几率呢 是一个随机变数的几率 然后这个随机变数会落在 某一个特定的区间的几率 所以举例来说 假如说这是一个 我们台湾人的IQ的分布 那可能我们平均是落在IQ110左右 那这边可能就是一个 no more distribution 那可能就会有50%的人 就是是落在这一个range里面 那因为大部分的资讯 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呈现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接近平均的很多 然后两边的很少 所以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去估计说 你现在看到这些资料 它背后可能有真实的这个比较大量的数据下面的density 所以原本的资料可能真的是长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能会观察到一笔一笔 就是在这个资料上面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 那如果我们收集越多笔资料 我们就更可能可以估计出比较完整 比较符合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的这样子的这个density 那这个是density function 那如果我们想要更宏观的一点看一个资料上面的分布 那举例来说像刚刚的那个图 我们大部分情况其实是会把这些资料做成一个histogram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落在这段值里面的可能有多少个人 比如说这边可能是刚刚说的这个iQ的分布 然后落在这个range里面的可能有多少人 这个range里面有多少人 然后我们就把它排成是一个histogram 不过呢用成histogram这样子的形式 其实是有一个缺点的 因为我们这边怎么决定要切得多小呢 我们大概是比如说IQ差10切成一等份吗 还是说IQ差20切成一等份 还是IQ差5切成一等份呢 在这个里面的这一个bucket 它里面如果是差5 难道这个点跟这个点它的几率值是一样的吗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用这种discrete的这种histogram 去估计现在这个资料背后的这个density 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 那因为我们的没有 我们这边能够有的东西就只有很多的x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任务嘛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些资料的样貌中 大致上可以估计说这个资料可能背后 它的distribution可能是长什么样子 它的density可能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会想象中我们如果可以把它变成一个continuous 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个资料 如果我们continuous的画出来 它可能是长这样子哦 那说不定 说不定我们用很多很多这种normal distribution去逼近 我们可能可以逼近出 比较符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的样貌 因为我们会想象中 我们现在如果看到非常多不同人 然后测他的智商 那有可能他会长成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比如说这边可能是有一个某个国家的人 他的智商相较比较低 然后这个国家的人 他的智商可能平均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边的这个峰跟这边的这一个distribution 它好像是两个distribution组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他的data的分布才会长现在这样子 所以这告诉你的什么 你收集到的这些x 它目前的分布可能可以藉由非常多的Gaussian 去逼近你现在资料的分布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想成是 很多很多的Gaussian做一个linear的combine 然后组合起来 然后让它可以最接近 我们估计我们可以observe到的 现在这边的这个data 那这件事情呢就叫做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M 所以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它其实就是一个估计Density的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那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x的这个data 那我们要怎么去思考说这个data 后面的这些分布跟这些隐含的一些资讯呢 那我们就假设我们有很多的高选 然后我们用这个高选的组合 然后去逼近现在看到这个data的分布 那它会比histogram来得更加smooth 因为它考虑的是比较continuous的情境 那当然为什么用高选呢 因为高选它比较符合我们的假设嘛 就是在中间接近这个平均值的人是最多的 落在这个几率是最高的 落在边缘离这个平均值越远的几率相当是比较低的 就有点像是很高智商的人其实很少 很低智商的人肯定很少 大部分其实都是在中间这些跟平均差不多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 我们可以先想一下neward network 是不是这样 左边这样子 我们的input 然后到最后output的这个label 中间我们是经过可能很多这些feature的transform 然后我们会放进这些nonlinear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如果我们把它改成是rbf network 它其实可以把它想的跟neward network很像哦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它这边其实是很多很多rbf这个function 待会会讲说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呢是很多这些function 做一个aggregation 做一个combine 所以我们看neward network 我们训练的 我们学习的是这上面的这些weight rbf network 它比较不一样 它很像是我们每一个这个rbf 它其实就是一个gaussian 然后呢我们在找的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这些资料 要找出哪一些值得当成是重要代表的这些主要高选 然后最后要怎么用这些高选去组合起来 变成我们现在的data的分布 所以它一样是一个两层的概念 只是第一层呢是我找出很多可以代表我现在这些资料的这些basis function 然后我们后面是用这些basis function去组合而成 所以它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的hidden layer不一样 一个是inner product 然后再加上non-linear的activation function 但是在rbf network上面 我们这边的这个hidden layer 它其实是distance 就是每一个点跟现在这一个distribution中的distance 它都会在哪里呢 跟它怎么把这些高选组合起来 那相同的地方是最后的这一层output 都是中间这边的这些东西做一个linear的aggregation 像这边就是把这边的feature transform做一个linear的aggregation 在这边的话就是把这边的basis function做一个linear的aggregation 就是把很多很多不同的gaussian 然后把它weighted上的感觉 linear的combine在一起 rbf它就是radial basis function的简称 basis function大家知道它其实就是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想成是很多orthogonal相关的 不同的这些dimension 所以就是basis嘛 所以你的x轴你的y轴 这就是不同的basis 所以basis function其实就像是orthogonal 然后重要的这几个不同的维度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变成是很多basis function 组合起来的东西 那radio是什么呢 radio它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 有点像是辐射的概念 辐射的意思就是 我们越接近中心的地方 那我的受辐射的影响会越大嘛 越接近外围 就是离中心越远的话 我的影响是不是就越小 所以就像是我的distance 它会告诉我说我越接近你的话 我的几率其实就相较是比较高的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假设 我们可以想象中间很多这个rbf 其实每一个就是一个高选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x 然后我们去估计它是哪一些这些basis function 所组合而成的 那这一个network其实就是rbf network 它其实就在估计你看到这些x背后 可能有的这些完整更大量资料 它的这些distribution的分布 我们如果把它的hypothic也写出来 它就会是长这样子 好 这边的rbf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x 然后我们会把它找出很多 这个x它的center 有点像是可以代表这些资讯的一些basis function 然后这个basis function 做一个linear的combine 所以这边的beta就是linear的combination 所以有两个资讯是我们需要去找出来的 一个就是centers 我们在这些资料里面有多少中心点呢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高选 每一个高选它的min在哪里呢 接着呢 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怎么把这些不同的高选组起来 变成是接近我们data整体的distribution的样子呢 所以就这两个variable 我们需要在rbf network的时候决定 那如果我们用supervised的方式去训练这样子的rbf network 其实很简单嘛 它就有点像是 我们有一个这个datax的目标 我们就是从这个x上面抽取一些重要的distribution的这些center 然后呢 我们去学习要怎么把这些centercombine起来 然后去组成你想要的这个目标 不过我们现在要讲的是unsupervised的状况 所以如果是unsupervised的状况 我不知道我组起来的目标要是什么啊 刚刚说到组起来的目标其实就要接近原本的这边data的distribution嘛 所以实际上unsupervised的情况会叫它full的rbf network 那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刚刚这边的rbf network写出来在这里 什么叫做full的rbf network呢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是m个不同的function basis function组起来对不对 现在我就把这个m设定成跟我们的资料的数量是一样的 就是跟n是一样的 我们资料如果有100笔 我们就设定有100个rbf function 那就像是你看到的每一个点 它背后可能都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点就是这个distribution它的min 所以呢因为每一个点它都会是一个distribution嘛 所以你找出来的这个center就是你这个点现在看到的这个值 就是你这个点背后可能是一个distribution 然后你假设你在这个distribution上面看到observ的这个点 就是从几率最高的这个min找出来的 因为你比较有最高几率去sample出 在这个distributionsample出中心的这个min的这个值嘛 所以你的这个min的mu你就可以设定成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点它的value 所以它的physical meaning是什么 它物理意义其实就像刚刚说的每一个看到的这一个点 它都是从一个gaussiansample出来 然后被我们observe到的 所以说它的背后可能就存在这一个gaussian 然后它的min就等于我们sample到出来看到的这个value 所以如果我们有n个不同的点 基本上我们的背后其实就是考虑它有n个不同的gaussian 那接着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组起来呢 一样嘛 因为我们总共有n个点嘛 那每一个点占据的资料重要性其实都一样的 所以它的inference其实是uniform的 也就是我们怎么把这n个点组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就看到n个高选嘛 那这n高选我们有看到的其实就是每个占据你的资料上面的n分之一 所以我们找出来的这边的这个rbf的这个hypothesis 它其实就是uniform的这个beta带进去 那它其实就是我们找出来的这个density的 estimation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真的学了什么东西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你直接把这些资料放进去 然后我根据你这个资料distribution 我假设后面有一个相似的这些distribution存在 然后去估计可能原本有的资料 它的这些分布跟它的关系 所以用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也概念上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把这些不同的basis合在一起 看我这个红点 假设说这边有一个点 这边有一个点 那你可能背后觉得这边是一个distribution 这边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因为这两个distribution有交集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交集的地方的这边的这个几率值 可能就会density其实就要变大了 就不是只有这两个点而已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你看到点 只是表面上你可以observe的 可能背后里面现存出现在这两个distribution 中间交集的地方的几率 其实也是相较之下比较高一点点的 那这就是刚刚说的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所以在没有任何y的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把它组起来嘛 那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把每一个点都当成一个distribution 然后直接把它uniform的组在一起 然后去接近我们现在看到 observe到的这些data 那感觉上其实很简单嘛 这就是我们用一个最naive的方法去决定这些mu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点 但我不知道在这些点的背后 它distribution长怎样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有代表性的gaussian 然后去决定这个gaussian的mu 所以最简单 最naive的方法就是 每一个点它背后可能都有一个gaussian 然后就直接naive的做这个设定 然后把这一个estimation的density来up出来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实际上我们要model这么这么多个高选 好像不太实际 因为我们是unsupervised的情境嘛 我们的exies是不是有可能非常的多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n很多 那我们用4rbf network 我们现在这边的m的数量 不就跟我们的点的数量是一模一样多的吗 那这样有可能会非常的大 好像好model这样子的这么大的资讯 所以虽然说听起来非常make sense 可是实际上做起来好像不太实际 所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 我们用比较少的prototype 也就是背后我们考虑的这些gaussian 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 而不用考虑刚刚说的多少个点 我就要考虑多少个function 但是你的问题就来啦 我又不知道我要挑几个 跟我要怎么去挑这些适合的gaussian 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个技术 这个approach k means clustering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我们就可以先从我们的资料 把它做一个分群嘛 所以经由分群过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现在的这些 我们假设我们预期只要准备 只要model十个不同的gaussian 那我现在就把k设成十 就变成是我先把所有的data分成十个cluster 然后我希望能够透过十个gaussian 来去做model现在这些data的工作 所以我先做k means的clustering 然后去得到现在这边具有代表性的这些 这十个不同group里面的mu 然后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能够从这十个不同的 不同的rbffunction上面 学习到这一个transform 那你怎么从原本的x去transform 从transform到这十个不同的basisfunction上面 接着呢我们再跑一个linearmodel 让我去学习怎么把这十个basisfunction 去combine起来得到我目标的这个y 那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后面这一层 怎么做linearcombination的beta 另外一个是前面我怎么把它变成是 我们这边basisfunction的feature transform 如果是supervised的话 这边的yn就是我们的label 所以我们可以拿original的yn当成我们的target 那我们就使用linear的model来去做这边 怎么去optimize现在这边的beta值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unsupervised的话 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要怎么决定怎么组起来呢 怎么组起来其实这就根据我现在要怎么让它 可以变成是跟我原本的资料很接近的形式嘛 所以在这边就是我们每一个yn 其实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等于1 因为我希望在所有的资料总共有n笔资料上面 每一个estimation它都能够estimate出我们现在的这个 每一笔资料它的yn值就这个值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用linear regression的方式 去estimate这边的这个beta值 所以rbf network是一个非常simple的model 然后去estimate你现在看到这些x背后里面 所呈现的可能资料上面分布的情形 因为我们只能见到表面上被我们observe的这些x 那我们透过高选这样子的假设 来去估计它背后可能的data会分布在什么位置 那当然这边并不是说一定要用高选 任何只要是radio的那种network radio function的形式其实都可以拿来用 只大部分情况可能高选是用的是最多的 那总之只要是长成是一个这样子 中间是最高的 旁边的机率比较低的这种 都是radio的function 那都可以拿它来用在rbf network上面 那我们看一下前面我们讲到第三个task 这一个task我们前面都没有详细的讲说 到底要怎么做detect anominate detection 你可以发现说如果我现在monitor我的系统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制程 然后可能会观察我现在机台的一些latency 一些throwput 那大部分的情况可能是落在这 发现有些少量的点落在旁边 是不是就有可能是异常的状况 我们能不能够利用density estimation来帮我抓出这些outlier 当然可以嘛 因为想象上我们density比较低的地方就是可能是outlier的位置 那前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可以透过kmeans去做一些分群 然后跟现在我分群之后离很远的那些点可能就是outlier 所以不管是你用分群的做法或是你用density estimation的做法 你可能都可以detect出在资料层级上面比较格格不入的这些点 所以这个任务它只是我们的目标的task 我们的手段是可以融合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只要有很多x我们可以去model说每个x跟max之间是不是同一群 那如果你跟很大部分的群都离非常的远 是不是就很有可能是outlier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kmeans来做到 那我们也可以去估计说 在看到这些资料上面去estimate背后的这些density 那比较density比较低的地方是不是就比较有可能是outlier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个点在这 它其实可能几率非常高 只是我们没有sample到 那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它离这边好像蛮远的 但说不定其实你density estimation估计出来 它其实几率还是应该要蛮高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一个点是一个异常的点 但这个点可能就是离得非常的远 所以就异常 所以完全要看你估计出来这边的density来去猜测说 它是不是不太可能在这种 Gaussian distribution上面会被observe到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不太容易被observe到 但你现在既然抓到代表现在的状况 其实是异常的 所以unsupervised technique 通常其实在data的分析或者是preprocessing 其实都非常的有用 有的时候你只是要分析data的分布 data的状况 有的时候你是想要把一些noise去掉 你都可以用这种unsupervised的strategy 那作为一个summarize今天的lecture 首先我们讲了很多unsupervised learning的task 像是clustering 我们要把资料 同样类型的资料分在同一群 这些资讯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后面的这些task 最能够保有原本这些比较高维度的特征的这些重要的component 所以可能会讨论到PCA或者是linear的autoencoder 那anomic detection跟density estimation刚刚有讲到的 anomic detection我们想要把outlier抓出来 density estimation是我们想要估计 现在这些资料上面可能它的density是多少 所以就是这个资料有多少几率可能会被我们观察到 几率是高的地方我们可能就density是比较高的 几率比较低的地方density就比较低 接着我们讲了kmeans这样子classroom的方法 它的做法就是alternating的optimize 两个variable 一个是set我要怎么分群 另外一个是在这个群里面 谁是代表的prototype 接着我们讲了怎么透过autoencoder去做representation learning 从nonlinear的autoencoder开始延伸到linear的autoencoder 它都是用来做dimension reduction 它甚至延伸到统计上面很常见的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然后去做到dimension reduction linear autoencoder跟PCA其实都是同样的物理意义 它就是想要保留原本资料下面 variance最大的或者mecture最大的这个dimension density estimation我们用rbf来估计 现在你看到的资料背后可能的这些高选的分布 那它可以用在unsupervised learning 可以用在supervised learning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把很多的高选组合起来 其实就可以逼近现在看到任意的这些资料的分布 因为高选它最最最最最多 就是你拿n个跟datapoint一样的高选 你就可以逼近你现在这个data的input distribution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透过比较journalize 用比较少的高选去估计出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data它的背后的分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